大家好, 政教论坛, 出街日是1月7日的 这一集来说, 一开播应该有些广告讲一下 简厉点去讲, 我一个频道是我个人频道 叫HoCKJonathan何志光的个人频道 我知道是政教论坛, 有些网友不看我另外两个节目的 正经揭露, 客户更不同, 四个节目的客户是有不同的 我其他节目也说了, 其实在较早之前 你也知道有没有讲到废和YouTube之间产生了很多query 一会儿又说我频道什么频道密, 又说我偷人的视频, 有些有路 所以我将一些关于六四的视频 搬到我个人频道里的 但是在两个月前我去搬 但是那时候我可能比较忙些 可能这个频道也没有完全写清楚是我的名字 可能叫做HoJCK, 那HoJCK是谁呢? 这个就是我没有什么准备了 但是在这个假期我将频道改名 叫做我自己的名字 HoCKJonathan何志光 我希望大家订阅吧 订阅里面 里面有一些六四的视频 因为六四的视频 我放在香港本土力量那里 不只是可能会影响 我个频道有没有盈利的问题 我现在也担心这个频道会接到 这个频道有万五个订阅 我也很感谢大家 现在有万五千一百二十八 好像东话善款那样 我两天前做节目 没有这么多的 现在又多了些了 我觉得很多的网友都很捧场 我很珍惜这些网友 但是如果说 现在你可以说 YouTube 就很多动作了 我在这个 个人频道上 我放这一套影片 现在你已经看到这一套 八九六四的砖头与火 其实就有一些 原片是有解放军的尸体照的 因为尸体的镜头 因为烧死 那些暴徒杀了解放军 绑住他 烧死了之后 有一条尸 有一条鲜鱼的镜头 但是 那时候一出 就立刻 YouTube 我那个频道是没有人看的 那时候 订阅几个而已 那 就立刻就被人禁止了 那我觉得 你YouTube真的很留意我 多谢你先 但是不要紧要了 我刚刚这个假期 我就放一套 就是没有这些尸体镜头 的版本 因为原本那个 就被人禁止了 唯有就剪掉了 那这套影片 就说回 六四那时候 怎样暴动 我觉得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东西 所以 我 希望大家 订阅这个频道 希望 你有什么事去看 也会提醒大家 其实 香港本土力量 有一些list 我们叫做 选择 播放清单 那其实 我们 原本 这套影片 是没有了 刚才八九六四 砖头和火 那我就 现在 放入清单 里面 那就是说 我在香港本土力量里面 是可以 有 选择 放其他频道的影片 所以 如果你 可以 有空 来 shopping 就是说 去到香港本土力量 这个 播放清单 你可以找回 一些旧的影片 来看 比如说 在政教论坛 有很多个选择 你也可以在里面 找回 你的兴趣 可能你喜欢听异端 可能是 听我一系列的影片 去找回 那套影片 有些你喜欢听神学 关于救恩论 关于 创造论 或者系统神学 在这边 我记得有一个 神哲学 也在里面 有些基督教伦理 不管如何 你也可以去到选择 去看 而今次这个节目 其实我主要想 讲一件事 讲一个人物 那个人物 又是林国璋 林国璋 其实就刚刚 又 善落堂雄之间的争执 终于又上报了 这个是2019年的报道 真的很近 总之就是 善落堂 善落堂有限公司 就入品告 林国璋侵吞了善落堂的款项 因为林国璋 他 是 件事来说 我可能简单交代 就是说 他其实长期是 教会来创立 但是教会创立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集项 他就会叫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帮他给的 譬如说 他那个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 他那栅乐堂 其实主要有两个单位组成的 一个是一楼的正堂 就是一个崇拜的地方 然后去到四楼 就是活动室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当然都是 就是 当是教会 直接用地 就是可能那个业权 是教会的 那么 当然了 他控制那间公司的时候 早期 根本整间教会的 许刹 董事全部都是他们姓林的 其中一个就是 林浊牧师 就是姓林 不过不是他家族的 其他另外那些人 就是他家族的成员 他太太有钱 以前也交代过 他太太是高级公务员 又买了一个单位给他 林国璋真的好 吃软饭 六楼的单位 基本上是他纯个人用的 但是现在 线乐堂 就告林国璋 就说他 六楼的单位 就是他自己教琴的地方 是很少 极少 给教会使用的 只是说 那也是很私人的性质 譬如他教主一学 他就叫人上六楼去上 11点半 好像崇拜 他10点钟 搞主一学 就叫人上去 就听他说话 但是他当时 当然是乱说的 所以他那个主一学 长期都没有人去的 就是 一个起两个子 不会多了 所以 其实 对于线乐堂来说 这地方基本上 都是唐会极少使用的 所谓使用 都是两三个会友 上去林国璋 开这个所谓的主一学 林国璋的化封会 最后 其实这地方 的管理费 大厦需要给管理费 林国璋就要求唐会给了他 另外 也有一些 有很多的集项 例如说 林国璋在六楼里面有很多的书 发觉那些书 他就乱放 好像垃圾斗 林国璋是一个很不整理的人 但是这些书 又要线乐堂给了 就线乐堂的人用不了 不可以放在library里 放在六楼去私人困 也就是说 其实他经常 以一个创立教会 教会你很辛苦了 你去创立出来 大英姊妹对传道人有一个尊重 那你的乘机呢 就是公私不分 找着想 那这一单都是这些小微小眼 我想管理费 一个月千多二千元 你继续下去这么多年也好 那都是几万元而已 不过 到现在抹面的时候 这些数是刮出来的 但是我又不会觉得 线乐堂小交 这是一个现象 很多大英姊妹信你 那你2015年的太太死了 你实惊无神 你无端端就告诉别人 那时候在六年收到的信息 就是说 应该是2017年收到的信息 对不起 2017年收到的信息 就是说 你突然间说要 娶妇 娶妇 娶妇是一个偷渡入境者 那原来那个偷渡入境者 他就在这个 我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枯木逢春 连什么东西都好 他就在这个 他在深水埗去探那些老叔 深水埗有什么人 深水埗有毒犯 有一些吸毒人士 然后他们露宿 那林国章和这些人混 混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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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遇到一个越南女孩 真是很神秘 我不知道 那个女孩偷渡入境 你说做什么行业 但是不要紧了 林国章又看得起他 趁他老婆死了 他拿了很多钱 他老婆死了 留了很多遗产 他说拿吧 他软饭精 但是 他无端端就说要娶这个女人 接着呢 他娶这个女人 我觉得都是正常结婚 不可以说什么批评的 不过呢 又当中里面 善乐堂的入品状里面 又骂了 就说 喂 原来 守护弟兄里面 夹了一块钱 是要给这位事主 就是这位女士 但是这位女士是偷渡入境者 你被遣返人应该的嘛 那另外 其实为什么要帮我们 要用教会的事款去帮你呢 你偷渡入境的嘛 你都不应该在香港居住了 但是很多事 就是林国章 看到别人 一个女士 去见识起心 类似类似 但不要紧了 你牧师也是去见识起身的 是吧 那你教会里面 有很多牧师 就是什么坏事都做 非礼智障女会友都听不少 但是 你是用教会的资助 你去批夹了一块钱 给女儿嘛 这个当中里面有cover interest 你 要拿一块钱 去资助不同的人 那我那些人和你没有 真正的特别的关系 那没有的 我们都信你 大公无私 但是你夹了教会 够钱 给你女儿 说你女儿群穷 那不如说我群穷 你夹给我啊 对吧 林国章 一会儿 一会儿又说自己我群穷 教会你 夹十匹 八匹给我 不可以说你 周济群穷 就是我自己 就是群穷 这样来玩的嘛 大哥 那个是你女朋友 或者你未婚妻 什么都好 情人还是未婚妻 都好 你说 拿教会 制贫的钱 我女儿最穷 夹过去 这样也可以 然后她说 那个女儿 突然跟她结婚 想着延长居留 突然间你又说 突然间你又缩了水 又说我不管了 然后整个女儿 被人扔回越南 然后你说 ,那扔回越南了 没事了 当中里面 就是大家 我说教会 可不可以当无事发生 那女儿夹了钱 已经走了 那不要管了 几千还是几万 不会说大过十万 因为我不信太多 但是你夹了那些钱走的嘛 是不是 你说无端端 我觉得这个女儿 来香港做哪一行 不言而遇的了 你深水埗多少一流一呢 是不是 你 林国璋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 因为呢 如果你说 帮你那些黄毓民 黄毓民想叫鸡 或者他的社运仔里面 有很多鸡 在里面 internal circulation 那你就突然间 又想帮忙 那你又hold住 但是你没理由搞到 烧上身的嘛 如果你结婚 那个女人 会分你家产的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林国璋 这种人呢 不是自己喜欢的 就不会替人牙耳气的 因为 有人跟我拗 就是会不会去牙耳气呢 帮泛民那些社运鸡 去认住头 等他去居留 可以继续 我觉得是没可能的 因为结婚 始终也是大件事 他又不是没有钱的人嘛 是不是 他老婆死了 他发达的嘛 他吃开这么多年软饭 终于等到老婆死了 是不是 那现在 就是 我只要去解释他 就是 那女儿是真的她的女儿 他真是见识起心 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呢 我真的觉得 其实 我 不想说太多的 我只是觉得很作偶 就是我上次讲 何志光黑历史 我讲我去过 去过中乐教会 或者不孙 其实 善乐堂我留过两年 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有趣 上一集讲黑历史的时候 没有提过善乐堂 对于善乐堂 我当然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 那地方的大兄姐妹 仁慈 善良 对林国璋长 长期容忍 如果可以说 我观察 我10年至12年 我认识林国璋 我都知道他这个人 没有来搭杀 无理取闹 借牧师的剃头去 去偷骗拐骗 然后呢 就替美国佬去做政治工作 去美化一些 美国佬想美化的人物 譬如基督虎路十四阵 你配到刘晓波那里 那你有什么居心呢 你不就是把刘晓波神化 但刘晓波这个人 他就说 叫我们 所有的中国人 或者香港人 要继续接受西方殖民 殖民多几百年 就懂什么叫民主 这些是完全低B的 你叫民族被人欺压 被人剥光珠 抢钱去学 你所幻想所谓的民主 带来的民命 这些当然 你这样去 我觉得刘晓波 现在我不会这么正面看他 他基本上不是说太坏 因为六四时候肯说真话 说 那时候在广场里没有杀人 刘晓波肯说 但是刘晓波 他 可以说是 受西方洗脑到傻了的白痴 我不是这么正面看他 现在的确是 但是 你林国璋去 可以说是神化他 即是你在教会里面 借你那些基督府六十四站 去神化人 去搞政治动作 用牧师的Title去神化黄云达 说黄云达是什么先知 即是很多事情 你在搞政治 你不承认 你说这些是公义 我觉得这些很卑鄙 所以林国璋这种人 你去浅瘦达 又有什么奇怪 我觉得 真是很不奇怪 因为 走进去泛民这个圈里面 他就是一帮人面瘦身的人 他们就是说一些什么 民主人权自由 这些 其实好像一个宗教 和林国璋宣传的 他所说的 他解释的基督教 都是一个宗教 他拿来困这些信众 去拿钱 抢钱 林国璋在教会这样做 其实他在外面 做什么社会服务 什么守护弟兄 他一样拿钱 给他女儿 或者自己享用 各样各样 泛民都是说这些什么 所谓理想 大道理 你帮钱 帮钱给他们 他们的一群人就 吵鸡 就是这样 不好意思 是很作呕的 就是这些人 这些偽君子 另外 其实 有一件事 都要说一说 我跳得太快 这个是礼言会 中华基督教礼言会 香港区 竟然他们发觉 就是说 获勃款 六千六百万 六千六百万是政府的撥款 虚損一百三十万 虚損一百三十万的里面 为什么会虚損一百三十万呢 因为这些礼言会 其实就是一个 路德中 就是从德国来的 一些中派 这个中派可能在战前已经来的了 可能香港会被 香港政府 英国政府 对自己德国 那时候可能大家都是鬼佬 对他们好 所以就批了很多地 很多 学校 给他们扮学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以批到六千六百万 但是教会的高层 那些 堂会的领袖 竟然在这些 那盘数里面 夹了一千三百万 给他们高层的新炒 当然了 香港01做这个报道 也挺令到大家 基督教界 至少我自己 不知道教会里面 多不多人看到 我自己 我没有回新教了 但是 总之 这个也是一个 告诉你 很多的基督教堂会 譬如说 圣公会 特别我都很明显 圣公会 就是 很多时候 我认识朋友 去 教书 做 做一个职位 当中里面 他发过很多内斗 然后他明明是受聘在学校做的 在圣公会里面 但是被逼 就要 你是基督徒 你顺便 要替教会去做事 就是你那份人工是受政府的资助 那份人工 但是撕了过去去做教会的 就是很多这些 可以说 其实他们都 经常做的 就好像林国璋那样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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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口仁义道德 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他说拿钱去制派人 那其实就拿下来 给自己的女儿 是吧 就是 这些都是 他说去办学 又拿了些钱 来自己带了 是吧 就是 所以 圣公会那个主教 就住豪宅 管浩明 又买卖 就是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人 就是 我不说那么多 这些是非 因为说下去 其实我觉得 是这么难的 一向都是这么难的 好 就这么多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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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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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